为在慈上乡的群星慈上书屋 从11号开始 办理围棋三天的儿童夏令营 让地方的小朋友们 透过志工大哥哥大姐姐的带领下 学习绘画 料理 才艺表演 以及手作DIY体验活动 让他们结交了许多的好朋友 也度过了一个丰富又有趣的暑假 慈上乡的群星书屋平时提供场地 让地方上的小朋友以及长者们 来到这里参加书屋安排的活动 彼此交流 在暑假期间也特别办理了 一连三天的儿童夏令营 让小朋友们在趣味十足的活动当中 学习成长 我做了这个 有没有觉得这样戴起来很可爱 超级可爱的 那你在做的过程会不会觉得很难啊 很难 但是老师会帮助我 那最后做完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好开心喔 因为戴的时候好可爱 我今天做了这个头戴 很漂亮 那除了做头戴你还要做什么 我还有用一个衣服的布来画画 画得怎么样 好啦 画得怎么样 还好 所以你比较喜欢这个头戴是吗 对 要不要带回去给爸爸妈妈看 当然要 群星书屋也邀请了地方上的长者 一起欣赏他们精心准备的彩艺表演 这三天的夏令营 我们筹备了好久的时间 那我们也请到很多外地的老师 有美国回来的 有台北来的 有高雄来的 各个都教得非常好 那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些国际观 还有教他们一些才艺 那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平常有很多的课程 有数学啦 有英文啦 有电脑课 还有画画课 音乐课 参与像我是教小提琴 那我希望说在这边让更多的孩子来参与 池上乡乡长张瑶诚也来到现场关心 并颁发奖状给小朋友们 群星书屋不只在暑假期间办理夏令营的活动 平时也很欢迎大家到这里彼此交流 每个周日也会安排聚会 希望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一起共襄圣举 记者韩启伦 池上乡报道